確診人數最高 台灣會有多少人確診? 到年底 400萬以上 那重症大概會有多少比例? 重症一般要進加護病房大概 需要住院的大概4% 4%是16萬 死亡人數呢? 美國到現在還1%左右 如果是1%的話 400萬1% 4萬人 市長 現在中央是比較傾向共存的防疫策略 對 我想請教一下 您覺得以您自己的防疫這麼兩年來的經驗 我們共存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? 確診人數最高 台灣會有多少人確診? 最後 到年底好了 一個時間 到年底 400萬 400萬 400萬以上 那重症大概會有多少比例? 400萬嘛 重症一般要進加護病房大概 需要住院的大概4% 4% 4%是16萬 死亡人數呢? 我跟你講喔 新加坡最厲害差不多0.1% 美國到現在還1%左右 1% 1點多% 美國 所以如果是1%的話 400萬1% 4萬人 4萬人 可不嚴重? 其實還是很嚴重 還是很嚴重 那你覺得我們 因為我常聽到市長多次強調 中央要把戰略說清楚 否則地方沒有辦法制定戰術進行戰鬥 對不對? 對 那你覺得現在我們中央已經制定好 面對這個 400萬 16萬 以及4萬人 所謂的確診 重症 跟死亡的 最壞情況了嗎? 我是沒看到 沒看到 我也看到 我覺得 其實現在我看起來好像有點 面對這個突然 突然 本來是從清零嘛 大概就是這一段時間突然轉向 要叫大家共存了嘛 那 我也覺得好像是且戰且走的感覺 你有這個感覺嗎? 不是啦 其實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 因為有日本、南韓、香港、新加坡、越南、上海 這至少有六個地方可以看 對 應該二月就要知道 二月就知道說清零不可能 要共存了 你覺得我們到底現在政府是幾月才知道清零不可能 其實他應該早就知道 他又不講 我是忍耐不住的自己講出來 觀看數超過三十億 九四要克訴 2020台美四四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、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階